今集展示清見超新星到我賓仔出場了 見到我身後當然是一間學校 至於今日的展示清見超新星 在這間學校是做甚麼的呢 即將一進去 你明明我先回答一下 我叫崔雪林 我當初一開始接觸展示清見計劃時 大約是2015年 因為我有朋友透過展示清見計劃 做了一些助織培訓 我亦看見他的反應很好 所以我亦有就著朋友的介紹 去見不同的招聘日 就找到這份工作 現在的工作是一個點子家開助理 我自己就覺得態度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面試時 或者我們聘用同事時 都是那個態度 怎樣去學習 怎樣去跟別人相處 以及是否盡力去做 積極去做事 多了在不同人的角度出發 因為我在這間學校 可能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年齡層 給了一些新的想法 學生的角度 我覺得這是令到我有一個改變 就是因為你的好學 以及你是不介意這些工作 是不是其他人應該做 而你是新鮮事卒去做了 我最欣賞你就是 跟其他同事的合作 不介意時間 我記得那次我們都很擔心 剛剛沒有電就停電梯 變成你有很多東西要從樓上運下來 你都以話不說 帶動同事走樓梯 我也記得那次搬到樓梯 我的目標就是繼續學習 然後用不同的網上資源 我們都是跟別人請教一下 令到我可以進步 你是否打算給一些意見鼓勵一下 對 很高興跟你一起工作 我也很鼓勵你繼續向你的夢想進發 看完這個李問我答的環節之後 確實對今集的 《指指青年超新星》 多了我都了解 只要我今天的任務 也都完成了 那有甚麼好做呢 開車離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